说起张敏,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熟悉,不过很多三十几岁的叔叔阿姨,我应该都知道,这个人离我们已经好远好远了。 张敏是香港非常红的电影明星,上个世纪在娱乐圈中名气很大,张敏年轻到会长得非常漂亮,现在很多女星跟他相比,那颜值完全没可比性,他那时候气质温和,像《江南言语》中走出来的美人,刚出道就走红了。 在香港娱乐圈真是红得不得了,他演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,收视率都很高,受到观众们的喜欢,拥有很多影迷。 张敏有一张扮演赵敏的经典剧照,他穿着一身白衣,一服男人装扮,骑着一匹白马,非凡的气质立马显出来,真是比男人还要英俊潇洒,他坐在马上回头微笑,那一刻真是美得无法形容,说他倾国倾城都不为过。 张敏在事业发展正好的时候,却突然退院了,后来慢慢就消失在公众面前,很是让人惋惜。 最近张敏又复出了,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,他现在已经逾五十了,皮肤很白气保养的还不错,打扮也蛮时尚的,可是他戴着墨镜,一下子都没认出来,感觉非常陌生,好像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美了,或许真的是美人也敌不过岁月的摧残吧。 在节目中,主持人问到了他对周心驰的看法,大家都知道,当年他和星爷合作了很多的电影,他的回答是独行侠,他说他这个人很怪,他演戏的风格和个人生活都很奇怪,一般人根本都搞不懂,这些评价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论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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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